昨天吃了特大的巨齿牡蠣和蜘蛛螺 让我回味无穷 所以今天又带着好奇心 开启新的一次港海探索 OK朋友们 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现在是早上快七点了 今天来早了 所以在这边稍微等一下 等它退潮 昨天去买了个耙子 花了25人民币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用它 爬点东西起来 现在开始了 往这边 这里看到一只螃蟹 逗它一下 哎呦呦这钳子这么大 别看到小力气很大 很大的力气 它的眼睛是红的 哎呦前我咯 走走走不玩了 这潮里面有个裸 一个刺蟹螺 这肉非常好吃的 昨天我就吃了 收了收了 你看红的 这肉 红色的肉 收了 这边又发现一个手螺 在这里 在这里 看一下 哦 收螺 你看到没有 全身都是刺啊 非常棒 还能捡到这个 OKOK 收了 袋子啊 这边一个袋子 袋子好瘦小 非常瘦小 收了收了 这里面的肉就非常嫩 水量没那么大 品种问题 OK 看到一个马粪海挡 这海挡非常好吃 把它收了 这就是马粪海挡 我上次吃了 这个肉里面非常嫩 绝对非常棒 OK 这边是混黄螺 小的 小的品种 这混黄螺肉非常好 这边还有一个 收了收了 这两个 哦 不行不行 雨下太大了 淋了一身都是 哎 感冒 所以就不敢回家 哦 终于到车边上了 淋了一身都是 哎呀 终于到家了 先喝杯咖啡 我现在是在准备吃早餐 但是呢 收获还是要看的 来 看收获 港海这么久啊 今天的收获是最少的 这个就是马粪海挡 这肉非常好 非常棒 这个就是刺群螺 还有这个就是手螺 混黄螺这个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谢谢